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丽 你杀了没有人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小心 小子灵 阿玉 我叫姜如若 是来应聘您秘书的 庄不认识我 小司令 如果之前我们在哪里见过 是我的荣幸 跟我装使你 行啊 你说你来应聘秘书是吧 那你说说看 应聘秘书需要注意什么 是我失礼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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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没占我了 你说我是该叫你如若行 还是叫你阿月 司令 可我的名字里 并没有月字啊 那我也不姓萧啊 你们在干什么 好 顾雁廷 你怎么在这儿 小司令 这不听说昨天有人要刺杀你吗 我这不过来慰问一下 他才是小李 你来了正好 杀手在监狱里 你去处理一下 行啊 慕然还活着 我要想办法先救他 司令 我是来应聘秘书的 你是姜如若 他们怎么带你来书房了 你和顾师长有事先聊 姜小姐 请跟我来 姜小姐 想进萧公馆做秘书的第一个首要条件 必须是已婚有丈夫有孩子 太太放心 小枕头 亲妈 当心 太太 这是我儿子 你先生叫什么名字 做什么工作 我 她是否划算 我丈夫 你说我是该叫你如若好 还是叫你阿岳 杀手在监狱里 你去处理一下 行 既然他把我认错了 那我就跟着他救出牧山 太太 我丈夫 您刚刚见过 姓顾 叫顾雁廷 因为最近我们在吵架 所以刚才在书房 弄了一点不愉快 燕廷 你太太来面试 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燕廷 许燕 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话都能信的 燕廷 她难道不是你的太太 我的品位还没差到 喜欢这么一个薄情寡逸的女人 昨天司令才遭遇刺杀 今天就有人编造履历 想要混进萧公馆 来人 把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给我关进牢里 好好审问 说不定和昨天的刺杀一会儿 好 王上 什么 快走 把孩子一起带下去 是 走 放开我 你这个女人真不怕死 放开我 老实点 这是怎么了 女人不听话嘛 得叫一叫一 燕廷 你不是说她不是顾太太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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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不要 我 画你说说你在这次 黑啊 行 儿子 后来 儿子 亲 你这什么表情啊 你吓着儿子啊 牧师长 虽然很讨厌你 但还是要谢谢你 帮给我 你 你 你 走 快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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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杀你了 你到底得罪了多少人 仇人那么多 我怎么知道是哪一刻 这边 打我 你一个堂堂的北市师长 说老独军之命驻扎在江城 又和江城的萧司令亲如兄弟 是谁胆敢 这么明目张胆地刺杀了 你呢 故意接近萧礼 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是想找一份工作 找份工作需要我顶替当账文 你账份 你要是哪天没有这么讨厌了 我就告诉你 看来 这个戒指 对你很重要 和你无关 你去哪儿啊 别跟着我 之前抓到的那个活口 醒过来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的老大 老大 你之前说的那个姜如露 然后呢 没什么想说的 那他真是你曾经那个 哪个 哪个 老大 你说他装能装那么像 你要是没认错人的话 会不会是他失忆了 失忆 顾先生 顾先生 你终于回来了 顾太太和孩子在门口啊 都等你好久了 我正准备呀 带她来这儿找你呢 你看 真就巧了 遇上了 金巴巴 顾先生啊 终于把顾太太给借过来了 这孩子真俊 长得像你 就是就是 这一家三口真好 你可真是个大美玩啊 那个我们顾先生啊 真完美啊 刘婶儿 你的衣服是不是忘卸了 忘了你不说 好了好了 忘卸了啊 大家都知道 我们先忙去吧啊 别耽误顾先生一家团聚的甜蜜时光 好好好 行行行 那个嫂子 我家里还有事 我也先回去了啊 走吧 一会儿睡一家儿睡一下啊 手段 要不我给你喝我 我去喝花啊 我去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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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帮你到这儿了 你带着孩子赶紧走吧 现在整条街都知道我是顾太太 这影响可不小 你要是现在赶我走 萧司令肯定知道 你跟我在骗的 不是 你现在有了丈夫 有了孩子 你现在还要赖在我这儿 你就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吗 这种事的 我只想大家孩子好好活着 我有错吗 有完没完 六爷 你回来了 忘了家里还有这个女人 这两位是 姨姨好 我叫小枕头 是爸爸的亲儿子 忘了跟你说了 我在宁城已经有老婆孩子 这位是我太太 子丹 我的姨太太 你们两个以后 要和睦相助 怎么忽然就同意了 太太 我先帮您拿醒了吧 小少爷走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好 我要吃这个 想吃这个 来 好 只有牢牢跟着顾眼亭 才能尽快混进监狱 就忽然 小少爷这胃口给真好 不知道的 还以为饿了好几天呢 没个吃香 姨姨的饭做得太好吃了 好 宁城的事六爷说得少 不过今日的饭菜 是按照六爷的口味做的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合适呢 燕婷喜欢的我都喜欢 六爷和太太的感情真好 你们之前是怎么认识的呀 好 当时年少轻狂 演了一出英雄救命 就死心塌地跟着我了 不过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六爷可真是个大英雄 不过太太 这么浪漫的事 怎么会不记得呢 怎么会不记得呢 我只是更记得 燕婷之前跟我求婚时候 说的 我从来没跟你求婚 不认识 我想永远在你身边 我想娶你 我累了 先回去休息了 对了 您之前的衣服 还留在六爷房间的衣柜里 我之前的衣服 还在啊 是啊 太太要不待会儿去试试 是 如果不合身的话 我明日再给您做两套 不用了 我这次 衣服带足够了 六爷可把您的衣服 一直当作宝贝似的留着 您若是不穿 会不会伤六爷的心呢 哪有那么夸张 试试吧 这么多漂亮衣服 看来这个顾雁廷 真的很在意那个阿玉 还是这么合身 太太保持得个真好 顾先生 你送我这么好看的旗袍 作为回礼 我能盛情地要求你跳支舞吗 当然可以 好 刘苑和太太给真是小别盛新婚 那我就先不打扰 顾先生 辛苦了 我知道了 顾先生 就算我这衣服再合适 跟你说的那个女人再神似 我也不是她 别把我当成她的替身了 行吗 行吗 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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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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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顾你当我的儿子 当然得跟你一起睡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床 想得美 快睡吧 这里就一张床 那我出去睡 你又干嘛 小别圣亲婚啊 故事长 还喝了酒住心里 阿月 小别 嫁给我 我答应你 她没在送你 是命运 太过淘气 好看爱去心 还让人刻骨铭心的气 都换了语气 悄悄点落体 在梦里也有 你 你放开我 你敢轻抹我 我告诉你 我姜如若不是那么好欺负她 你要是敢对我怎么样 我 她平了 你刚才不也抱我了吗 那今晚就允许你睡在床榻上 你睡床榻 这是我的床 你一个大男人一点风度都没有 风度 能当教室吗 顾太太下去吧 你一个堂堂的故事长 欺负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你就 孩子呢 这床太小 人太多 顾太太还是别胜了 嗯 嗯 这里的一切你都不记得了 可能你是真的失忆了 我要自己也有 你不能卖啊 你不能卖啊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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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胃啊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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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淘气 How can I choose it 还让人刻骨铭心的心 投花了语气 悄悄点了提 在某一夜偷偷摸摸 有了笔句 被人抹掉姓名 就去愿意的名 老大 老大你这不行啊 才一晚上这么虚弱 你行 来 你背我 真背啊 下来下来下来 老大你可少吃点吧 给我腾个位置 我跟你一起去 鉴于那种血腥味重的地方 你去干吗 身为你的女人 怎么能拍这些呢 在家带你的孩子 孩子我送她姨姨家去了 嫂子 要不您放手 我们真赶时间 好啊 下去 我就要去 顾队长不是赶时间吗 顾先生 我就是想做一个 夫唱妇随的好妻子吗 出发 夸张静 姐姐 ях 妹 姐姐 母 никто 何 所以你非要跟我来这监狱 就是为了这小白脸 我不认识他 只是觉得有点面熟 这小白脸什么嘴 老大 他就是刺杀萧司令的那个刺客 抓过来打了个半死 但什么都没着 嘴硬得狠 什么时候处决 萧司令说让你来处理 好 顾颜婷 我真的不认识他 你干吗 不认识 看你认识我太太吗 你太太 顾颜婷 你在我说八道些什么 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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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婷 归婷 你这个畜生 你看 归婷 你疯了 我早就疯了你不知道吗 你 你 畜生 你这个畜生 你有种冲我来你放了他 你放了他 你放了他 你osis 你 你放过来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在手里边 我说 你有什么冲我来 你不是想要我 我给你 叫若若 叫若若 你为了她 愿意做得更真多 都不惜牺牲自己的肉体是吗 那我告诉你 无论你做什么 她 省都别想从这胡说出去 还要你 看清楚了 这个女人 是我的 胡太太 再看我一枪崩了你 顾燕婷 你放手 顾燕婷 顾燕婷 好疼 你要发什么神经 所以你根本没有失忆对吗 你是装的 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我失忆 所以我确定没有见过你 我也不是你假想成的那个阿月 我不是她 对 你的确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阿月 是我失忆不清我 对不起 我确实为了救她接近你 而且你帮了我这么多 所以你能不能再帮我救救穆燕 行吗 顾燕婷 你什么意思啊 你之前不知死后去一批销利秘书 也是因为她 是 我就是要救她 行啊 既然你们这么轻之意气 对 那就一块在这监狱做个伴 顾燕婷 顾燕婷 这心目无常的混蛋 顾她呢 你怎么在这儿 啊 小司令 顾先生在跟我玩游戏 原来只是游戏 你和燕婷还真是小别生新婚 这么要清楚 监狱里还是 你要是不介意 我先放你出来 顾燕婷 顾燕 顾师长 顾室 顾她 顾三个 对真好 我甚至是 顾洕 顾 Dot 顾不得了 顾共云 我这儿 顾太太欢喜的衣物 都准备好了 辛苦你了 齐 我来接人 她人呢 监狱里因冷潮湿 顾太太身骄体弱的 你也不怕把人冻坏 她病了 好在司令去得及时 把顾太太带回来了 休息了一下 好多了 我看她就是装的 她在哪儿 好久没打牌了 三缺一 等你呢 顾太太浓妆淡膜总相宜 这件新旗袍 她穿着正合适 你穿那么少不冷啊 我给你戴了件厚衣服 这可比牢里暖和多了 好 你们这些男人啊 还是不懂我们女人的心 女人 是要宠爱着的 像顾市长这种 动不动就御事拔枪 把自己的夫人 关在牢里的人 自然是不懂 我数落过她了 她会改的 你还不知道她 她才不会改 你还分得清楚自己是谁的太太吗 东风 哭了 你怎么上来就跟人家送牌啊 那你怎么不给我送牌 你还怪我 别斗嘴了 斗嘴也是要给钱的喽 我没钱 没钱不怕 雁廷不是在吗 只怕有人薪水太少 养家困难 我听明白了 合着星星这个牌局 就是故意过来挤兑我的呗 你要是正正经经 还怕人挤兑吗 也罢 男人我是靠不住了 自己输的钱 只能自己还喽 这是我母亲给我留下的耳环 我看了 当作胸针带着也是好看的 顾特太 顾特太 这样吧 明天你来做我秘书 我让德胜帮你把办公桌收拾好 听司令的 你干吗我不劈 放开我 顾言庭 你放开 顾言庭 你放开我顾言庭 顾言庭 你给我穿的什么呀 暖和就好 这是什么我下来顾言庭 你要干什么呀 你帮我关监狱里 你要干什么 我看你刚才跟那个萧黎 眉来眼去的 动情得很吗 顾学长 你不是早就知道 我是什么样的女人了吗 有什么可生气的 更何况 你不是巴不得我 赶紧从家里出去吗 你现在这么生气 我可以理解为 你吃醋了 但是也说不通啊 咱们不是假夫妻吗 你吃醋了 我不想跟你吵架 你也不乎 你在干什么 你这耳鑽一点都不适合你 它只会让你显得 很浮誇 這個呀 畢竟你給阿岳小姐買的那些東西 好看太多了 蕭司令很喜歡 她的眼光比你好多了 你跟我這麼說話 不擔心老李那個小白臉呢 沒錯 她是你最好的籌碼 如果你把她殺了 我不會再陪你演戲 我知道你和小黎不和 你騙她我是你妻子這事 要是被她抓著把柄 咱們就一起死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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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语 熟灵 真不知道 这高跟心有什么好传 你要是嫌弃 我自己也可以走回去 谁说嫌弃了 你说什么 我说 只有笨蛋才会崴了无数次脚之后 还穿着婆媳 忽然该懂一许 琴儿 爱朦胧暗语 散烟火凉雨 爱恨太勇于心记忆 他没责送你是命运 太过淘气 老板 来 来盆了花 好好 就要那盆 来 来 悄悄点落地 在某一夜偷偷摸摸 有了笔句 来 送我太太 来 来 来 好 好 慢走 好 花儿 只算道歉 我很喜欢 像你这么庸俗的女人 除了喜欢花还能喜欢什么呀 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 好 听吧 听妈 小枕头 太太给我吧 来 齐丹 怎么了 六爷 今晚要当我屋 把花给我 这花 你怎么会变得到 你怎么会变得到 到我了 北京 你死了 没有 你死了 有什么 我来 你死了 你死了 我来 你死了 我来 我来 你死了 你死了 看来你确实喜欢 这花本来就是给你买的 我知道 看着这花 我好像突然想起了些什么 想起什么 有一个模糊的身影 好像送过我同样的话 我也不是完全地骗你 我没失忆 但是我确实忘记了一些人和事 我最后悔的事 就是遇见了你 我现在只想让你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开始多恨 才会难难不及到 所以 我真的是你认识的那个爱月吗 算了 现在还是仙求木人吧 我如果出去了 你要帮我照顾好花 你要去哪儿 去萧公馆上班啊 有些事情你就非做不可吗 有些事情你就非做不可吗 顾雁婷 这段时间接触下来 你好像也没那么讨人眼了 我学习 顾太太 当秘书主要工作就是 把各部门文件整理好 第一时间放到司令的办公桌上 我 燕廷同意你来做秘书了 我的事他管不着 别和他闹别扭 他正忙着处决杀手 可能顾及不到你 我才不管他呢 司令 怎么了 那个叫李牧阳的犯人 在押往刑场的路上逃走了 朱尔回来 是 司令 孩子今天不舒服 他还在家等我 我先回去了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预定了黄帮车 顾太太 我会把他送到你面前的 去请一下 好的 姐姐 停一下 快跑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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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民 给我 布人 某人 某人 我 孟仁 你放开我 别人跟同行 放开我 孟仁 孟仁 顾太太 看到她杀了你要救的人 你会怎么刺满她 你杀了孟仁 防家 防家 放开我 六爷 放开 太太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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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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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脸是什么呀 大人的事小孩别听 走 带你去外面玩 哦 你为什么要杀了慕人 小白脸今天放走李慕人 就是为了等你这条鱼上钩 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杀他 你现在除了李慕人 就没有别的在意的人吗 你是想把我所有在意的人 都杀死吗 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你这个理解能力的 走 这是怎么了 没事 夫妻之间一点小情趣 你 顾太太为何总是这么暴躁 你 大白脸翻窗 你来做什么 我让求何总 晚了 不就是因为一个李慕人吗 你昨天不也杀了我一次 还插了我一趟 顾雁廷 人命关天 你怎么就能够这么轻描淡写地说出来 顾六爷 我明白你已经知道枪如若和我们的关系 我请求你 不要把木染没死的事情告诉他们 我现在 只剩下这么一个儿子 他就是我的命 可木染偏偏 为了他能付出一切 可他也屡次为你儿子一身烦心 他很在乎你儿子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为了他们好 不要再让他们见面 你在意的人 真的也在意你吗 你杀了我最亲的人 你还用脸说这种话 你最好留我一遍 我要是死了 谁帮你找邱家的帮子 我一天一天 不知爱的期限 原来你知道我的身份 你的真名叫邱若然 是邱家的千金 当年邱家被萧莉面门之后 宝藏已落入萧莉的手中 随后被他秘密转移 多年来一直没有消息 但明天萧莉会用宝藏你的钱 去购买制造军火的材料 只要我们通力合作 一定能找到藏匿宝藏的地点 原来你默许我靠近你 也是因为寄予我邱家的宝藏 可是 刚刚萧莉来我的房间 说明天约我去望月楼听信 望月楼 对 望月楼 难道萧莉万宝怎么藏在了望月楼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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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beams Lower 我们忘记我跟你说 出自客指项 或许多 突破 姑娘替你跟踪我 这你都认得出来 把钱给我 顾太太 我没死是不是很失望 顾炎廷你真懂我 谢谢啊 顾炎廷 把钱给我 顾炎廷 你这个混蛋 顾太太 这个就叫做人在做天在看 一报还一报 好个一报还一报 我再怎么做 也比不过你这个 惦记邱家宝藏的柜子手 原来我在你心里是这种人 柳妍 我们得赶在天亮后 最早一波送出场 你是花店老板 这里是结语花店 是啊 郭太太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要把这些钱藏在花里送出城 是啊 郭太太 顾炎廷 你要把这些钱送到哪儿去 郭太太 我们是要把这些钱哪 送往前线支援我们的同胞的 还有这么好心 不仅如此 六爷平时省制检用的那些钱哪 都分给流民了 没有乱花钱 六爷 太太要哄着嚷着 我不知道 太太 我还不稀罕她 我还不稀罕她 但是现在战事这么混乱 你们真的能把钱送出城 六爷有门路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支援战场的 她找宝藏是为了支援前线 对 难道是我误会她了 你看什么呀 白天你在望月楼坑了我一道 这些钱都是你欠我的 是你做错了事 不管怎么样 这笔钱丢失 嗯 销利一定会延长 想要渡过难关 我们得合作 惊喜 好久不见啊 燕婷 安妮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 快过来坐 我们都在等你呢 三缺一 来 等我干什么 不是有齐嫣吗 齐嫣姐姐说她今天跟朋友打牌 让我们自己玩 这是我特意从欧洲给你带回来的 最新款太阳镜 来 你带样试试 初恋没太阳 带什么太阳镜啊 好看啊 你试试吧 嗯 看 很般配吧 嗯 谢谢你的好意啊 不过这个东西太拿枪拿掉了 不适合我 嗯 江小姐 你什么意思啊 杜小姐 燕婷平时处理公物 确实不方便带这些 快打牌吧 嗯 你不是要抓那个什么江阳大盗吗 怎么把搜查的人都撤了 依我看 赃物已经出城了 吵不到了 今天下午丢失财物那个暴罗 也死了 不会有人追究了 死了 操枪走火的 笑一问 吃 吃 燕婷 我看你这张牌 是故意拆对 打给安妮小姐的吧 燕婷你还记得我的牌录啊 果然还是你最了解我 七笔 碰 七万 碰 胡同 碰 五万 碰 小司令 我看你才是故意的吧 司令 什么意思 君子投其所好 不 成人之美也未尝不可 谢谢司令 不就是头位嘛 谁不会呢 是这张吧 胡了 你看 燕婷 你看 本来我下一张牌 就能让如如糊的 你非要帮着安妮小姐 燕婷 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这一局的钱你不用给我了 上次我们打牌的时候 刚好我欠你了 现在就装抵消了 上次 什么时候的事 反正就是不用给了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那接着来 三角 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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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无来 你也给你放给了 今天嘟嘟赚了江小姐的钱 真是不好意思啊 嗯 没事 算我的 三菱 杜先生说进来没空 不过来了 不要紧 我们可以等到杜先生有空 再约他 小司令 今天要玩得很开心 等爸爸有时间了 我可以帮你约他 好 安妮小姐慢走 我还有公务要处理 就不送你了 今天还早 要不我们一块回家 我还没下班 那我等你下班 不用了 艳婷 要不你送我回去吧 我今天没开车 那我送你 我太太还没下班 我得接她下班 那好吧 拜拜 拜拜 今天你说的四十块钱 从我工资里扣 是要从你工资里扣 你今天来不就是让他来赢我钱的吗 怎么可能 我是听说保罗来了向公管 我立马就砍了过来 我没想到萧莉会杀了保罗 他没怀疑你吧 他都知道了 还跟我挑明了 那他没对你怎么样吧 没有 他以为是我没钱了 所以才去抢劫的 还说如果跟着顾先生 生活拮据的话 他能给我借 他就是在挑事 明摆着对你有所嫉妒 那杜安妮呢 她不是也因为你一整天针对我吗 杜安妮就是个千金大小姐 我跟她顶多就算朋友 那不是小枕头吗 吃吧 安妮姐姐 安妮姐姐 蜈蚣不受禄 我不能吃你的蛋糕 你先说找我有什么事吧 你这小模样 跟艳婷倒真挺像的 毕竟我是她亲儿子 小孩 姐姐问你 如果有一天 爸爸跟姜如若合离了 你愿不愿意跟姐姐 和爸爸一起生活 跟姐姐的话 会有吃不完的蛋糕 我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吗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安妮 别骗孩子 我跟她妈妈不会合理的 安妮小姐 我的儿子 还轮不到你抚养 我听说你儿子来江城了 就想见他一下 那也该经过父母的同意 江小姐不用这么小题大做吧 我不过是想带顾枕出来 吃块蛋糕而已 等她吃完了 自然会送她回去的 安妮 其实我太太说得对 以后有这样的情况 你必须要提前通知医生 是她自己照顾不好孩子 连个蛋糕都不给孩子吃 你看把孩子给馋 走 想吃什么 随便挑 是真的挑吗 还是装装的样子 当然是真的啦 可是你有钱吗 儿子 别舍不得啊 妈妈帮你挑 这个 这个 好的 这个是三块 眼光倒是不错 钱够不够啊 用不用我帮你付 来 抱着孩子 回家 安妮小姐 再会 走 燕婷 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吗 这一家人还等着我回去做饭呢 改天啊 来 亲爸 亲妈 这一颗我好幸福 现在没外人 别亲爸亲爸的叫 不过你要是肯 听你亲妈的话 我也可以让这么叫 耶 我定 话说回来 你们今天这样来接我 还给我买蛋糕 还真是像一对夫妻呢 哎哟 小枕头 和爸爸妈妈出去了呀 是啊 刘奶奶可开心啦 真好 我们先回去了刘婶 这怎么奇奇怪怪的呀 他就算了 怎么奇奇怪怪的 带你走 我好说 我猖疑 是的 你不想吵呀 你大身的心 你不能够 你肯定 那你還得了 目的做得来 都知道 我我跟你 在我身上 然后我 你前头 我能够 寂寞出竟是封烟 对悲欢瞻谈笑皆扎念 虔诚舟是流然 但将心意不动声色苍脸 杀极限是刀线 与你风雪终并肩 银采迹也曾有一浪想念 爱恨总在念间转换 此轻银开的肩 是手青丝白发不语不换 俗情装让夜想像你我天涯 离本时飘摇指手将生还 俗情装让夜想像遗忘天涯 满城风雨惊写一声牵挂 顾太太 你刚才没气了 简直就是够人心不 别胡言乱语 燕婷 你今天不是还有公务要处理吗 哪有什么事情比我的太太更重要 秦燕姐姐 我跟你学了这几天的戏 你觉得我的水平如何 顾太太天赋惊人 那我能去望月楼的戏台演出吗 当然可以 我现在就去安排 多谢齐燕姐 是真的吗 这是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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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照望月亮 像一望天涯 一白水飘扬 只豬江山花 我心照望月亮 想想你我天涯 满场风雨净 起身前往 你怎么来了 为什么你做事总是这么一一故行 只是唱个戏而已 怎么 你怕顾太太给你丢了脸面 我看顾太太 这么费心思地画着粉末中 真打算唱出大戏 不管你能做什么都交给我 我来做你 秋夏的宝藏 我会帮你去找 望月路里不待 听话 唱完戏就回家 春夏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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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场风雨净 细一身千黄 还唱个嘴之 顾太太 你像我这样 绝不做 我看看愿不愿 是 走开 不愧是我的顾太太 力气真大 不去 我走 你别急啊 我走我走我走 走了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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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戏神像怎么歪了 别碰 这神像除了萧死了 谁都不能碰 走吧 戏开场了 快上台吧 萧藏那天就是进了后台 然后和保罗完成交易 难道宝藏藏在这里 有人当了邪神像 什么人 死了 司令 有谁来广 近来就没看见人 去找 快找 是 好 真精彩 是 只是 郑 快 快 出什么事了 齐言 我应该和你说过 这戏神像除了我之外 不许任何人动 我就是来后台 请顾太太喝茶的 也没见到他人 愣着干嘛 给我搜 是 这不是顾六爷吗 是啊 这不是顾六爷吗 真是啊 好像刚才唱戏的那位吧 对啊 快走吧 你看啊 真是吗 这位是我太太 义曲终了 我来陪她谢幕 顾太太 感谢大家今日来为她捧场 之前没见过呀 顾六爷 是啊 顾六爷 从来没听说过您有太太啊 是啊 就是啊 是啊 既然你不得一顾 夫人可是不能乱认的 那就亲一个啊 救命一下 救命一下 救命一下啊 救命一下啊 来 别人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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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别走 阿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啊 这顾六爷和顾太太真是太般美了呀 真火星了吧 真是我太太 真火星了 真火星六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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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火星六爷 所以你们这对假母子 多几会来骗我 骗你是我不对 但是肖太太管那么严 要想进入肖公馆当秘书 必须有丈夫和孩子 我又没有 只能去做 原来小枕头不是阿语的孩子 原来小枕头不是阿语的孩子 我能吃个烤红薯吗 你不是再吃了饭吗 老板 来一口红薯吗 好的先生 你吃不吃 我不饿 来两个不大不小的 好 这些人只杀我啊 这些人只杀我啊 顾先生 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就先回家喽 你一定要平安喽 你这个无情的女人 走 给我追 走 又回来了 顾太太这是良心发现 突然舍不得我 站住 快 快 快追 这匹人好像是冲我来的 有没有多一个枪 没有 这本人好像不少啊 这本人好像不少啊 你 快 跑快 快 快 跑啊 别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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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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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受伤了 我来处理 一点小声 简单处理一下就好了 你是为我受的伤 别逞强了 我来 你受伤了 肖坏了吗 想坏了吗 拉出来 你快快坐着 要是时间 一直听在这一刻就好了 能看到你为我心疼 这一枪 挨得值了 谁心疼你了 你忍住了 好 我把子弹拔出来 疼都交出来了 你看 我 我把你抢气 好 怎样 我去 ling 你 我可以 明天 我能输入 都换了语气 悄悄点了气 在梦里也偷偷摸摸 有了笔句 被人抹掉心底 究竟愿意 他每次想你 是命运太过淘气 How can I choose 究竟还让人刻骨铭心得及 被人抹掉心底 究竟愿意 你 你别乱动 我伤口还没包扎好 提问了 提问了 我 我 我 这是什么地方 一个不该带你来的地方 今天被围了两次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发信号 我会第一时间看到 今晚就在这儿避一避吧 等天亮再回去 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你 你要做什么 打牌吧 打牌 不然你以为要做什么 打牌好 打牌好 所以这个小枕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路边遇到的 他那时候还没有名字 正在卖身葬妇 听着有点不太凄厉 你又不是他亲生父亲 那他既然接了你的活儿 为什么又偷偷跑出去接别人的活儿 我 最近手头有点紧 拖欠了他工资 一天一块钱 一天一块钱 你还拖欠他工资 如今涨价了 一天两块 没想到顾太太一派精致优雅 却比我还穷啊 我一心忙着复仇 哪有心思挣钱啊 你这些年过得很辛苦吧 也没什么 那你呢 我义父就是杜君 把我派到孝丽身边 就是为了得到邱家的宝藏 虽然孝丽看我不顺眼吧 但是碍于杜君的面子 还有我手上的美事 也只该暗杀我 不敢冰着来 看 我说得没错 所有人 都是冲着邱家宝藏去的 其实我 我知道 我不怪你 毕竟你把它用到了该用的地方 我没有意见 今天往右楼的事很蹊跷 我太容易找到宝藏的机关了 那一看就是有人给你下了套 说不定和街上要杀你的是同一部人 要杀我的肯定是小李 但要杀你的 我一时真想不到 我觉得是杜安妮 不可能 不可能 安妮就是被宠坏了 她干不出来这样的事 我炸 不打 我 不打 不得 我 我 我 你 够不着吗 我帮你 你 不可能 安妮就是被宠坏了 她干不出来这样的事 自己弄吧 我还有事 不是 我 我 给你 亲爸 我好饿 饿啊 找你妈去 亲妈说她什么都会 就是不会做饭 儿子 你怎么能让你妈做饭 你妈那时候 细皮那肉 一天给你三块钱 还不够你给我们做饭呢 这样 你呢 现在去做饭 把我和你妈的午饭全包了 去 果然不是亲儿子 不是亲儿子 好 是 务市长 你是有监管卖儿童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是怎么回事 没事 难道是萧灵 对护眼平下手啊 你怎么来了 司令 你真的要处决顾雁廷 你是来给顾雁廷求情的 怎么会呢 我只是想到 如果他死了 我在江城就没有依靠了 你之前不是说 你想离开他来萧工馆住吗 可是丈夫刚遇难 我就这个时候离开他 别人不得说我是一个薄情馆义的女人啊 我不想名声不好 你的意思是我放了他 你就搬来萧工馆 那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谁叫我命苦呢 萧若 你该做出决定了 你该做出决定了 只要你来到我身边 只要你来到我身边 我太太啊 性格交集 她又是动辄大忙 可是无论经历多少时间 无论发生了多少时间 我都爱着她 她始终都是我的孤太太 孤雁廷 我不值得你这么对我 当初接近你 利益无你 甚至还害过你 现在 我只能为你做这么多 我的命运就是复仇 或许离开 才不会再牵连到你 来 彦婷 你怎么来了 我拿吧 怎么 我就不能来了 走 这销里也真是的 你们平时关系还不错 怎么把你打成这样啊 律师 小舍 你在监狱这么久 姜如也不来看你 她肯定在叫大孩子 你就自己骗自己吧 走吧 这地方太回家了 赶紧走 我撑个眼 来 你在等姜如啊 她要是想来的话早来了 走 走 小枕头 琪妈走了 琪妈去的地方很危险 我不能带着你 你要照顾好自己 你要去哪儿 明天我会登报河里 以后我们再无任何瓜葛了 我 你再说什么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是假夫妻 这场游戏该结束了 那我不同意 你一定不把我说清楚 别想从这儿走 还要怎么解释清楚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分开 是最好的结果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 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说出来解决吗 这样纠缠有意思吗 顾市长 小李等会儿来接我 小李等会儿 小李等会儿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主题 不明 结局 时许 恒天 一笔 你说这么轻易放弃我们的感情吗 忽然 改动 已许 彦废 感情的事不能勉强的 这是我跟她的事 我与你有关 可是她选择耕武 她没在送你 是迷逸 太过淘气 好看 难去 谁还让人 刻骨铭 想死人说的没错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谁也管不着 在某一眼偷偷摸摸 有了笔句 被人摸掉姓名 将其愿意不明 谁记录的回忆 这些愿意不明 措辞 未完 冷静 挖 而不得 别离 挤 而不得 别离 挤 而不得 别离 挤 而不得 别离 散言风凉雨 爱恨太用力 别难过 一切都快好起来 他每次送你 是命运 太过淘气 How can I choose it 还让人刻骨铭心的情 偷换了语气 悄悄变了题 在某一夜偷偷默默 有了名句 被人抹掉心底 究竟愿意不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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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心 怎么是 你怎么在这 这的是별宫馆存放 精密文件的地方 你在这里干什么 以后我们各凭本事 就这儿 你刚才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没有啊 你是不是听错 不可能啊 我刚刚明明有听到 仔细看看 我们私人要求啊 这几个月要严防厮守 所以我们这两天 必须要盯紧一下 知道了 放心吧 别问了 走 去那边再看看 这里减杯森严 但靠你自己的力量 根本无法全身而退 你也说得对 我只要一出生 他们就立刻把你带着塞死 那你倒是出生 让他们打死我 你要是死了小枕头怎么办 可你还记得小枕头 他现在病了 烧得很厉害 别 一直在等你回去 病了 他 跟我回去 如如 出了 你 这大晚上的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你明知道萧公馆的规矩 这个地方尽处需要报备 我看你明智过犯 我杀了你也不为过吧 司令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来这儿 就是找我太太 顾远亭 我们已经合理了 司令 我就是担心孩子 所以找他来问问 顾远亭 既然孩子生病了 你就应该回去照顾他 请顾市长离开吧 顾市长 请 我在门口等你 玫瑰花太俗 他不喜欢 以后要是再有人乱闯 不管是谁什么身份 一律舍上 是 喂 是我 你有什么事儿 明天早上七点 李叔会在江城监狱出去 我会配合你救人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清楚 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不用你管 挂了 老大 嫂子真要帮咱们救李叔 有话直说 嫂子有什么理由冒险帮咱们救李叔 难道是因为她爱你 你扪心自问 嫂子真的那么爱你吗 这肯定有诈呀 不管她怎么样 李叔是我的忘年骄 我一定要骄 早准备好了吗 是 总提前了十分钟 预备 先行 有人接球 给我把人抓起来 你说是我 我来救你出去 快走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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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叔 安妮小心 你要是现在跑出去 一定强功尽弃 是你对不对 这些都是你和萧莉做的局 顾远廷 你在说什么 不是我 不是你 你跟萧莉在华殿外面抓了黎叔 然后打电话让我过来 在监狱引我出来之后就像真心 杀了我对吗 我为什么呢 为了设计杀我不惜用 李叔作用 我来了 你为什么还要杀死李叔呢 不是我 我也是被人利用的 我也是被人利用的 是月天地 不眠不朽对意 最难读懂 只是真心 你要是想让李叔不容赌白的死去 那就该枪 那就该枪 滚亭 小司令 你这招 可真是杀人诛心啊 居然如此 我和杜老板的合作 你答应帮忙牵线了 放心吧 这次我真的帮你约了伯伯 小太太 小太太 江小姐还有心思梳妆吗 雁廷炸了司令的军械厂 司令现在正恼火呢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现在正被望月楼追杀 处境危险 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 望月楼 姐姐说笑了 那个不是唱戏的戏园子吗 望月楼表面是唱戏的戏园子 实际上是司令的另一股秘密实力 专司杀人 只要进了望月楼的暗杀名单 就绝无活下来的可能 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难道不想救顾雁廷 小太太 我看你还是别担心我跟我前夫 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我 只要我嫁进萧公馆 我就是正牌的萧太太 而你永远都只是这里的姨太太 江如若一夜夫妻还摆日恩呢 别等到顾雁廷出事 你再后悔 顾雁廷炸了军械厂 直接阻止了萧麗和杜汉清合作 如果望月楼真如企严所说 那萧麗这次 是对她下了必杀的决心 要是我能进入望月楼 说不定能救她 还能拿回酋家的宝藏 望月楼既然是你的底牌 那我势在变得了 你带着高吻针 你带着高吻针 我能请你调职我吗 如若 交给我 死灵 我不太合适 这是我 对 半年前我采风的时候 在人群中一眼看到你 你是那么的明媚 惬意 就像一束光照到我心里 直到我推开办公室的门 再次见到你 你知道我有多么的开心和激动吗 但当我知道你是古代的 我又是多么的难过和失落 我们是父亲 叔叔 我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你愿意嫁给我吗 为了救顾雁廷 我势必要进往月楼 为了报邱家的仇 也许成为萧太太 才是我最好的选择 再见 顾雁廷 你答应了 我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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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了 小小的要求 什么要求 我要加入 司令回家的望月楼 你知道望月楼 我知道 望月楼是司令最得意的组织 表面是细园子 实际 专死暗杀 如果不想做秘书 可以换个别的轻松的工作 何必去那打打杀杀的地方 因为 我想为司令做点事 司令为我做了那么多 我也想为司令排忧劫难 我可以帮你杀了顾雁廷 你是放不下她 还是真的很 我和她曾经有一个孩子 但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要扯了 不久后 她带了一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回来 说是战争里 失去父母的孤儿要领养 就是小枕头 谁知道 小枕头竟然是她跟别的女人生的私生子 都过去了 你和她没什么关系了 司令 司令 都军是顾雁廷的义父 你不能直接杀她 可我不怕 我要杀了她 给我孩子 还有我这七年的时光 一个交代 如如 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夫妻了 别再叫我司令 别再叫我司令 那 小离 我答应你 老大 我们现在很被动 我们一离开北市的地盘 就摔也摔不掉 答应她不换 老大 我这儿已经淡清凉绝 老大 老大 我是不是养花了 老大 原来要杀我的人是你 仇人之间 不就是你杀我 我杀你 不过顾市长大可放心 今天 我是来送喜帖的 顾市长 明天是我和萧黎结婚的日子 请顾市长 准时参加婚礼 你要跟萧黎结婚 你和萧黎亲如兄弟 以后 我就是你的大嫂 好 刀死我了 太太 今天 您还得去趟望远楼 走吧 咕炎廷 只有这样 才能护你住去 顾炎廷 只有这样 才能护你住去 我知道你会恨我 但只有这样 但只有这样 才能让你忘了我 这哪儿是秘笛 我看就是斩树 这哪儿是秘笛 我现在 我现在 竟是如此想你了吗 让你无时无刻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终于看到了你车灰沙的样子 你还没想到你只要交给修礼 你怎么来了 我来对你走 你走 你走 我知道了 我们之间确实有很多难解的魔法 可是我们可以不分开的 你走吧 我明天就要结婚了 我还得好好准备 别逼我杀你 我也恨不得杀了你 谁让我更放不下你 你知道吗 听到你还见人的时候 整个人都让疯了 我有时候才想 有什么都干脆查了我 你别客气 你别客气 别客气 谁愿知情 谁又流离 借意 孤行 乱世你焚噬这 海底 几乘转就 为何削落不明 无恋原谅 是飞如落地 你 狂吐飞月如落西 等过来黎明 慌张出席却又 输了许 我们早就结束了 你不该来 结束 那你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你 快走吧 小离在萧公馆埋伏等着你 要是惊动她 你就走不了了 你还要爱我 跟我一起的 你错了 我谁都不爱 我谁都不爱 只想复仇 你 你想死可以 你 别连累我 别连累我 我 我在试婚纱 不小心碰倒了镜子 我帮你收拾 不用了 我累了 想好好休息 那就好好休息 嗯 见到郭炎廷立即射上 别让她活着离开 是 小离先生 您是否愿意 与姜如若小姐结为夫妻 不论顺境逆境 不论顺境逆境 富贵贫穷 健康疾病 都愿意相互扶持 不离不弃吗 我愿意 江丽若小姐 您是否愿意 与萧黎先生结为夫妻 不论顺境逆境 富贵贫穷 健康疾病 都愿意相互扶持 不离不弃吗 约 好 现在请双方交换戒指 叔叔 你终于成为我的小胆胆 你终于成为我 什么事 怎么回事 连约 到四身处理 索摆 ninth 不是不是 这东西都跟我来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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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快 走 燕亭 你这是干什么 这大喜的日子我当然是来抢婚的 我们之间的误会也不值得 你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嫁给我 孔雁替你找死 姜如若是我的女人 能吃他了吗 让他摆明了 那么看 他说什么 他不过来 此后 quele事了 那这个 对他 你uflal 郭炎廷 我是人 不是物品 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你少自以为是 好热闹的阵仗 我 我 我 IX 公 他 大 一个 贵 那你的谁也推不上我姐 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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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活着啊 莫然 姐姐 我回来了 姐姐 你别哭了 这么漂亮的妆都要哭花了 莫然 你身体没事吧 我没事 你看我不是好好地站在你面前吗 没事就 莫然 我们的婚礼继续吧 我今天是来带我姐回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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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送手 都别开枪 你没啥莫然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 萧司令 我有笔生意想跟你谈 但好像我来的不是时候 生意 我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杜牧山 杜牧山 杜牧山 杜牧山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大爸最近身体不太好 所以杜家的生意都由他来打理 原来是杜杀 刚刚杜有得子 我们的生意可以等婚礼结束之后 回萧公公 萧司令 我赶时间 错过了这一次 下次就没机会了 好 既然大家要谈生意 不妨把枪放下 好好谈谈 顾市长 我和萧司令的生意 不如你一起来听一下 不如你一起来听一下 老子对你的过当不感兴趣 我和萧司令的生意 老子在一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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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嫁人了 如愿当上了司令夫人 最爱的小白脸也回来了 不用朝思暮想了 不是吗 小太太 我想问你莫然的事 她没死还真是遗憾 你没杀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好 你真想知道 是 好 上车 燕婷 我也要去 跟你没关系 舅母 您怎么会跟她认识 为了找回被萧梨侵吞的邱家宝藏 我利用在军械厂邱家的老人 打探得知萧梨的提款日期 然后告诉顾市长 让她根据线索去寻找宝藏 原来萧梨侵吞的提款日期 是您告诉她的 那木染的事 当日木染被抓 我心急之下 就利用了这层关系 请顾市长帮我救了木染一命 既然木染还活着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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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然 你知道的 木染她为了你可以不顾一切 她好不容易逃此意间 若然 我不想让她再有任何危险 所以 我不仅隐瞒了你 还请求顾市长也不要告诉你 当是我刺伤了你 我后来是一个还想杀你 就因为你答应了我的亲人 所以你默默承受了这么多 原来是这样 一直都是我在伤害你 若然 舅母对不起你 舅母不该有死心 舅母不该有死心 舅母 我知道您的意思 我不怪你 既然木染能回来 我十分高兴 那这李木染到底为什么 会成为杜汉青的儿子 舅母 木染真的是杜汉青的儿子吗 在嫁到李家之前 我和杜汉青 有过一段孽缘 当日木染伤势严重 当日木染伤势严重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熬过去 才给杜汉青打了电话 行了 事与至此 那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 对不起 对不起 木染的事 是我误会了你 我们也不胜路 我就不送你了 等一下 你的脸 我 用这个揉一下吧 大嫂 自重 你 你 我 跟我一块 我 你 我 我 说是 缘 等到情罪 弄事 在先知相恋 如果现在跟你走 你会更危险 我得回萧公关 长进了期满 才发现 从片里真相太远 白板 姐姐 我今天手气不太好 你帮我摸一张牌吧 都这么大人了 运气不好也得受着 自己摸 小司令 之前的棋烟说没就没了 这回就大嫂 完成锦烟 感谢了 如若 帮我摸一张牌 锁怎么了 六条 这什么 不用你管 顾雁廷 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不用你这个外人费心 小离 你千方百姓把她取回来 就是用来折磨的吗 小剑 让我看看你的手 你公然先向我拔枪 我出于自保杀了 老毒君也不会说什么的 原来你今天故意让我来这儿 就在这儿等着呢 动手 叔叔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先知我 你非要活着出去 想叔叔 你走开 快点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快点 我 小离 我的枪放你最清楚 嗯 快 追 快 你 你 小离之长江城七年 事力已经根深蒂固 除了江城君 还有望月楼 已做事三思后行 不要总是硬碰硬 你是在担心我 还是在担心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司令夫人的位置 我 我是 我是在担心你 你以什么样身份担心我 你 担心你 我就送你到这里 你还要回去 是 这些你很喜欢 你在我身边的时候 你熟悉点伤我的子子的有命 你才嫁给小离一个晚上 他那么对你 你还非要回去 你就那么 剑吗 我乐意啊 你 你 你 宝藏已经被转移了 不再往右楼了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以后我要做的事情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 就 都她 她 遭雨 没有 他 雁婷 雁婷 你還好嗎 你的傷沒事 我沒事你很失望 我 我今天在街上 看到分發報紙的 是你的北市 謝謝你為我父親洗脫冤屈 你也不用自作多情 我也不都是為了你 我明白 但是我還是要謝謝你 你無意間 幫了我一個大忙 小枕頭呢 成立不太平 我讓顧良把她送到鄉下的二姨家 去照顧了 也好 那 你照顧好自己 我 顏婷 能再見你最後一面 我已經很滿足了 你就這麼嫌棄我 連看都不想看我一眼 顏婷 我 你們都不認識什麼關係 我跟孟然 我跟孟然 能在你心裏我到底是什麼 我 我明白了 我一直活在自己幻想的愛情裏面 我從來沒有真正意義上都得到你 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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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身体 我忘了你现在是小太太 你的血属于动物人 你的身体属于小李 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 你不取我 你的身体 你不是都 你生你的身体 你平时你生他的身体 你去那个身体 肖太太生的这般冒险 却受了这么重的伤 真是有些事儿风景 别动 姐姐 你们 你们 你们在干什么 你怎么都跟她有力吗 崩了她 音听 你别伤着她 慕人 你把枪放下 念听 你眼睛看到什么 我们就在做什么 你要杀我 那那天在电报室内 为什么没有直接杀我 我 滚 滚月婷 我和姐姐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而你呢 你什么都没有 你只会欺负她 你只会伤害她 滚婷 我要单独跟慕人说几句话 我有事问她 我给你一分钟 那天在电报室 是燕婷救了我 是 是你用枪打伤的燕婷 你 你 你 姐姐 姐姐 我只是不想让你被别人抢走 莫然 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骗我 姐姐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骗你 我只是不想让你一个人去杀修理 你叫我做太危险了 姐姐 你 你 是你呢 你要带我去哪儿 莫言婷 姐姐 莫言婷 莫言婷你给我回来 这是什么地方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接下酒 没有我都允许 你哪儿都不许去 你对我是不是只剩下恨了 恨 有爱才会有恨 假如若 我们之间就没有爱 又哪儿来得恨 我爱你 你说什么 我说我爱你 可是我又不能爱你 你 你的眼睛越来越好了 好得连我都分不清针匠 你知道吗 这不久一轮 你但凡又一次回头看 但凡又一次伸手拥抱 我都会愿意一直被你骗下去 可惜你没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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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愿意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我愿意 你如果我们能在对的时间相遇 可惜 是我在做梦吗 我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你了 我来是告诉你 我绑架了杜某人 什么 想要我放了他 除非你嫁给我 你要不答应就杀了他 我愿意 你连犹豫都不会犹豫一下他 为了多么让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啊 你绑架他就是为了证实这个 我跟他就是 你太看重你自己了 我不需要证实你对他的感情 我只是突然想起来 不是你说你爱我吗 那我明媒正娶你给你名分不好吗 好 叫如 嫁给谁是不是对你来说都无所谓啊 对你 对我 好 好 bli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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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对我 在想懂吗 不懂 谢谢你 问我 婚人 老大 真的要放了杜某然 放 嫂子真的为了杜少爷 肯嫁给你啊 闭上你的狗嘴 滚 不交给你啊 好 阿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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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出手遮住了双眼 我看不清你在我眼前 流转的想念散落成纸线 太多话藏于心不敢言 你是为一年永远 阿玉 你今天的休息 像七年前一二一 能够美丽 能够穿着你 竹花为一年 将我在故事的从前 回眸之间 怎不若出现 你在我梦里面 不深的夜情愿 好喜欢燕婷给我准备的婚纱 能够出现 光若万念 能够写满那圈脸 能复着永远 你身类一年永远 你身类一年永远 又是谁说永远 永远 爱在恋所难免 总是你的心从未为我而出流 可是我对你的爱 却一刻都无法停止 燕婷 你可知道 我有多爱你 我心的也情愿 我这一生 只为什么会 能嫁给你 我死很不好了 阿玉 等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就好好在一起 你在我梦里面 我心甘也情愿 如若若若欠 恍若万年 能否写满那一圈脸 你扶着我 又扶着我 你骗我 雁婷 我们今天晚上 别吵架 好不好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又在冒化什么 你放心 都不让我已经放了 我已经放了 我已经放了 快 老大 沿路的江城军也都已经狡献投降 只剩下萧公公了 他我什么时候到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到 好 来 把这个放这儿 站着 能善详的尽快善详 是 大炮一段 立即轰炸萧公公 老大 你去哪儿 大炮一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应该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 也是最后一封 展信如物 今日时常感慨命运的奇妙 虽然相遇一世 我们不得不假扮夫妻 但不知从何时起 我便得信任你 依赖你 仿佛之前就有这样的感觉 我是假戏真做了 而后几经波折 我曾嫁过人 我曾嫁过人 丈夫却不是你 但到了此时此刻 爱意已入潮水 浑浑烈烈 涌入心房 这一次 我是真心想要嫁给你 只是为你 不为别人 可惜我们之间 有太多的误会 我怕此生都无法解开了 我知道 这些日子 已把我关起来 是为了保护我 不愿让我一个人涉险 谢谢你 若有来世 我愿成为你亲 和你一起看烟花 长百味 生死与共 还有 我爱你 在某一夜 偷偷摸摸摸 摇了笔距 被人摸掉心碑 究竟愿意 贪迷在笑 糟糟 别往前走 是命运 快过早期 是命运 好看来去无间 还让人 快过运行的迹 是太大回来了 都把了运行 恰恰跌了停 在某一夜 偷偷摸摸 摸摸 用了冰军 白人我的心碑 谁敢开放老子 攒着他 如如 老大 如如 你回来 我们把话说清楚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再也不会有任何的误会 我们把话说清楚就好了 走 燕婷 下辈子 我只做你的古代的 然后说是缘 等到情罪弄事 再先知相遇 破棉 病 白人总要无解几遍 尝尽了情半胎 才发现 总偏离真相太远 你回来 明运之中 我们能看得起见 张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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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一天 潜动不思迁 我一天一天 不知爱的期限 太太回来了 司令在您的房间等您 如若 你来了 今晚那颜色很美 陪我喝一杯 可惜拜你所赐 这次的 从七年前开始 我就失去了欣赏美的心情 难道你对我都是虚情假意 从没有过真心 你可太可笑了 如若你现在连骗我都不敢了 我不叫姜如若 我叫邱若然 七年前 是你灭了我们邱家满门 害得我家破人亡 我恨你 我恨你 可是我爱你 我不在乎你以为什么解禁我 如若 跟我走吧 我带你离开江城 我带你离开江城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 你仍是我的司令夫人 你爱我 你爱我 小离 你只是爱我的表面 你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我 你爱我 你爱的 永远都是你自己 叔叔 我要怎么做你才会原谅我 你害死了我们邱家一百多条人命 你死也还不清 你不会杀我的 你之前有很多次机会弄动手 我不杀你 是因为我想知道 当年是谁跟你一起陷害邱家 又是从谁的手里拿到了藏宝图 现在可以说了吧 之前听说邱家藏宝图 一直由你亲手抱抱 能从你身边偷走 想必一定是你非常亲近的人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你真想知道吗 你却跑 你死了 是 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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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是 是 斯文快走 有梦 双 Stage 下饭 鸟 后磅 д anticipation 不 停 你这个女人 为什么总在做些让人担心的事情 我没想到我还能活着见到你 别说这句不心理的话 你这个女人 真的不安全 得把出去跟没事的人会合 走 快走 叶婷 快走 叶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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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婷